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中国的天下第一村 这个位于江苏省的村庄 在改革开放后 依靠着钢铁产业发展迅速 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富裕的村庄之一 村子里繁华的程度超乎想象 比如说上百万的豪车或者是华丽的别墅 基本上每户家庭都是标配 不过由于2008年钢铁产业的下滑 再加上原村党委书记吴仁堡 也在2013年不幸去世 华西村的经济开始衰弱 截至2017年 华西村被爆料出 整个村子欠债达到300多个月 虽然落差非常之大 但是由于原先的基础还在 村子里的情况还是和普通村庄非常不一样的 普通的村庄的村民还在起早贪黑的在农田里工作 但是华西村的村民已经住上了别墅 开上了上百万的豪车 不过就在此前 华西村报出了一些照片 很多豪宅下都停着一辆老款的别克赛欧 和其他豪车相比起来 这个场景显然有些不大 为什么这些豪宅内除了有豪车 还有老款赛欧这种较为入门低端的车型呢 原来美户豪宅下的这款老赛欧是有来历的 起初村子里给大家分配车辆 这是这款别克赛欧 虽然说这辆车现在已经不怎么值钱了 但是它代表着华西村的村民有着特殊的意义 即便现在村里变得负债累累 但是美户村民对它有一段难以割舍的感情 都格外珍惜这辆老款赛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